歡迎來到吃鬼話連邊時間 我是 香奶怪 拍拓今年我比較喜歡這個 是嗎 Emily是大奶怪 沒有 香香 那妳是脹奶怪 我也會脹奶啊 我是左奶怪 我是平胸怪 平胸還是很多市場的嘛 是啊 童年啊 童身體 對啊 還是有很多人喜歡骨感美女的 犯罪感 罪感 我要記事 投稿者是一個他們高中宿舍 女廁發生的事情 我叫做Lumi 當時我住在宿舍 這個宿舍呢 有分新跟舊 但我的宿舍呢 是在舊宿舍的三樓 要經過廁所跟浴室 必須要經過一整條長長的走廊 所以每當我想要 Big Ben的時候 我就要夾緊我的雙臀 還有我的闊躍肌 避免我的Big Ben 掉出來 而且這條長長的走廊 其實有點深長 我都會很害怕 每當我想要Big Ben的時候 我都會想要找室友陪我去 Big Ben 很多學校都會有一屆傳一屆的 可怕故事 會有一個 穿著多年前的舊制服 半夜 在廁所裡面洗衣服的學姐 這個衣服上面 布滿了洗 應該是月經 可能她沒有穿好眠褲 欸 順便置入一位了 富頻道 有廠商想要置入了 歡迎置入喔 我們拍了那麼久 只有一間廠商置入 一次 宜得利 謝謝宜得利 然後讚也沒有了 宜得利是好客戶 還是要再講一遍 我覺得下次我要自己隨意置入 就是可以想要飲料嗎 假裝是 原有那麼多客戶 都想要來置入吃吃的副頻道 這個要剪定四個 要 要不然就是你在半夜Big Ben的時候 明明隔壁沒人 但卻聽到隔壁有沖馬桶的聲音 宿舍呢每天晚上十點就熄燈了 非常的早 因為畢竟是高中嘛 沒有像大學都會有那個夜泡夜生活 夜泡 通常是火包還是石包 石包 我會說那個力道好像不太一樣 那你有沒有帶套的樣子 然後這邊這樣選擇題 洗燈後不可以使用 跟浴室相鄰的洗衣間 因為你知道 有些那種脫水聲 轟轟轟很大聲會吵到 廁所和浴室呢 都會由不同寢室的人輪流去打掃 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天特別的High 也是輪到我們寢室 打掃浴室的時候 這邊有個格局圖大家可以看一下 打掃期間沒有任何的異狀 我們大家很開心的在刷馬桶 刷完之後還有用手去勾這個馬桶的邊緣 聞了一下發現沒有味道也沒有勾 就覺得我們應該是清爽的滿開心的 走到淋浴間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到 左後方 聽到一陣聲音 不要再推摸我了啦 好像是某一種視線 跟某一集一樣 明明我沒有回頭 我又感受到後面有人在看我 可能是我第三隻眼感受到了 有一種騷動感 淋浴間怎麼會有騷動感 是視角秀嗎 格雷那是抖M對不對 他是抖 欸是嗎 他也有S啊 他也有S啊 那演員也好帥 他結婚了 我知道 我怎麼叫格雷 我就往裡面的洗衣間 放好臉盆 快速的走過去 想說順便開個燈好了 開完燈之後會經過淋浴間 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第三隻眼 拼命的告訴我 上面的兩隻眼睛 要把視線移過去 身體不停使喚 就是要移就對了 對 我往淋浴間的方向轉過去 突然發現 淋浴間的下方 不是有縫隙嗎 我就看到一個死白的 白色的腳 站在這裡 再不聞 拍不到啦 就站在這裡 白色的腳 我的視線往上移 奇怪 怎麼 門板上空無遺物 竟然只有那一雙腿 他的上半身去哪 為什麼只有腿 我就問你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淋浴間的門板 並不大 就是你在裡面洗澡的時候 是可以從門縫裡面 看到裡面有沒有人在洗澡 可是很奇怪 我經過 我看到門縫裡面進去 卻沒有看到任何的人 只有那雙腳而已 對 就只有那雙腳 只是他特別矮而已 但是門縫是直的啊 你再怎麼矮 都還是可以看得到 有白色的肉體在裡面 像像那樣 就是之前員工旅遊的時候 他硬要就是 對 就是裸體在我們面前經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我還是很害怕 但是又想要故作鎮定的走出淋浴間 回到寝室之後 室友問我 Lumi 為什麼你臉色這麼慘白啊 笑點 笑點 我已經嚇到快要尿出來 跟哭出來 講完我剛剛的遭遇之後呢 其中一位室友就說 哎呀這沒什麼啊 這是快樂腳耶 快樂腳 那是企鵝嗎 那是企鵝嗎 結果講完這句話 當下的這位室友 晚上就被壓了 對 北拔又被壓 又是亂講話 真的 可是室友只是想要安慰我而已啊 那代表他應該停 他在旁邊偷頂 從此之後 這位飄潔似乎很喜歡捉弄我這位室友 晚上呢 要不是可以讓他聽到有一些奇奇楚楚的聲音 不然就是會看到有一雙腿坐在對面上的那個床邊上 就這樣直到 我們畢業後搬離這個室友為止 我們下次見 是有多一個人可怕嗎 我覺得很熱鬧啊 你這樣多一個人耶 我覺得很熱鬧 你覺得你女兒講那種話 你小心喔 我很害怕 我覺得他真的很大膽 他真的很大膽 要不要我們下次拍廢墟探險 我不要 只要去啊 你去你幫我拿攝影機 我視訊看 你就 最痴痴的臉跟舉牌子這樣去 好可怕喔 最痴痴的面具 然後有事找這個面具 我不要喔 鞋上臉線這樣 好可怕喔 不要喔 聽說有一個白痴公主無碼頻道 會放一些奇怪的東西 不是奇怪 可能會放一些廢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訂閱 靠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